有变身金母的形象 放五色光照理 我们一般的密教 就是额头白色的光 喉轮红色的光 心轮蓝色的光 除了这个以外还多加两个光 就是五色光照理 就是变身金母的光照理 他的形象 他的手印 还有他的咒语 你就可以修法 修法就能够改变你自己的命运 他这个要问 变身金母的法力 有多少法力 他的金色光 就是叫你如意 叫你如意 暮色光 就是叫你降伏恶人 水色光 就破除恶印 破除掉恶印 这个火色光 是有敬爱色招的能力 吐色光是财运 恒通 这些具有广大的加持力 来问 一般喜庆都用红色 有为一红破三煞 这三煞是什么 我的回答是 上门 病服 跟贪囊 这三煞 上门 就是死亡的煞 病服 就是病的煞 再来贪囊 是灾祸的煞 这三煞都可以破除 变身金母的五色光 哪一种是桃花 哪一种是财运 哪一种是荣义中奖 哪一种是贵人 红色是桃花 黄色是财运 金色是中奖 红色是贵人 南黑色是降伏敌人 问什么是变身金母大法 如果供变身金母 色言行的谈成 变身金母在中央土位 另外黄色的 小尊一点的 也是可以供奉在中央 东方立蓝色金母 西方立金色金母 东方立红色金母 北方立黑色金母 那么中央 除变身金母以外 也可以立黄色金母 那么可以解锁印 刚刚讲的半开莲花印 颂奏 Om 伯扎 金母 伯拉底 索赫 然后观想变色金母 观想变色金母的 雾色的光 放光照你自己 本身就可以改变命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